在脸书抱怨公社贴出一分多钟的影片 可以看到他14号下午一点多开车外出 行进新北市永和区文化路右转 进入文化路16项的时候 看见两位行人站在斑马线上 于是赶紧停车离让 行人最初打算通过马路 不要看见号制是红灯之后 马上又退到路边 一边等待一边聊天 由于行人依然站在斑马线上 导致网友根本不敢通过 甚至等到文化路16项号制转为绿灯 双向车道都开始移动了 有不少机车从他的后方通过 他依然停在原地等待 就这样等了一分多钟 直到影片结束 袁鹏也解释 他是职业驾驶 要靠驾照吃饭 万一有任何问题 不是六千元可以打发的 影片一出立刻引起网友论战 有人认为应该通过 行人号制是红灯 当然不用让 也有人认为不该通过 不管是红灯还是绿灯 路人只要站在斑马线上不动 就能玩死汽车驾驶了 直言这样的状况 就是帝王条款下的产物 也有人认为法律不完善 行人没有错 汽车驾驶也没有错 但就是有人不管一律检举 直言台湾的交通法 真的出了很大的问题